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科学回忆录的时间 这一节跟大家谈谈科学的旧时 有时可能有机会穿插到最近新的发现 这里大家看到的画面 不知道大家会联想到是什么地方 但在介绍之前我先问问大家的问题 如果说到麻风病 大家不知那时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 如果你问小弟 我自己董事以来 基本上麻风病都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 可能你还会听到 德国麻疹也会听到 但麻风是另一件事 如果小弟会在自己记忆之中 听过有人去介绍什么是麻风病的话 很多时候回到小学 讲到那些和圣经故事有关的课堂 介绍耶稣如何施行神迹去医治麻风病的病人 等等 那你就会在那些很远古的历史故事里 听过麻风病这些东西 那老师也会解释给你听 麻风是一种什么病 是一种皮肤受到感染的疾病 它就会令到皮肤起到一粒粒 很噁心,一粒粒 但是那些地方有时会整个脱脱出来 所以有些麻风病人严重的那些 手指会变形,脱脱,一折脱出来 没有了手指 有些甚至乎连鼻歌耳朵脱出来 情况严重就会令到那些神智也会有问题 是一个困扰人类上千年的一个病 大家想想 如果讲到圣经故事都有记载这些东西的话 到今时今日,到中世纪,甚至近代 一直都有这些病症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疾病纏了着人类的历史 就想想到有上千年的时间 画面上大家看到 两位非洲肝果的人士 其实是最近的新闻还有说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宣称 起码在肝果这些国家的麻风病算是消失了 因为应该说 自1970年代 麻风病是找到抗生素的药物去医治 基本上有病的病人一直吃着药 半年的療程 基本上可以将病原体 从身体上移除 当然如果身体有受损或缺损的情况 就不能够回复了 但皮肤继续被病菌蠶食身体的现象 就可以停止下来 他们的皮肤就会回复健康的状态 画面上大家看到 应该是两位康复者 但曾经 医治得太迟了 在他们病发了之后 一直都未得到药物的治疗 到了有药物的治疗 他们可能自己已经是 有一些手指已经是脱了出来 以往 如果你看回古代时候的故事 一旦有麻风病 就等于 你是不能再 和这个社群一起生活的了 今时今日我们考证得很清楚 麻风病就是透过飞沫去传染 传染性 不是很高 但如果一起生活 一起饮食的时候 就很容易口水尾 你就会传染了 就这样碰到 都不容易感染到 但当然 因为麻风病 人们看到面相 身体 起码就算不是脱掉 脱掉的时候 你看到皮肤已经很欲酸 所以很多时候 被人去古代 远古的时候 就会妖魔化 就像邪灵附体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一直以来记载 在不同的文明也好 至少你看圣经故事 麻风病的人要被隔绝 要被隔离 没有人再理他们 将他们放在一个地方 自生自灭 不可以让他们在那里走出来 就算你说 在中国的典籍记载 也有这样的情况 通常都要用一个隔离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没有一个特效 令他们复原 只有一些很少数的情况 所以他们能够自体产生免疫 也可能是自己 才能够熬过病 便自己能够好 这些都算是一个少数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 如果黑白的照片 其实是香港1970年代的喜宁州 喜宁州我们现在听到 都是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 有戒毒所等等 其实在1970年代或之前 曾经有这个麻风病院 患了麻风的人 没有办法有一个有效药物的时候 你要把患麻风的人马上去隔离 就要被人扔进去这些麻风病院 但是随着那个药物 就在1970年代初面世 到了香港普及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去到1970年代尾 80年代初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很便宜价很普及的处方 就送到很多比较世界上发达的地方 当时包括香港还是英治时期 亦都可以得到这些药物 于是乎就是 麻风病院70年代中 已经很多都是关闭了 或者它的功能 不是再是一个隔绝的功能 你有病的人 已经可以转到医院去疗养 一个治疗的地方去疗养 有药物处方 基本上就是一个等待康复的过程 你会发觉肺脑 麻风病等很古老的传染病 需要病情很长 疗典很长 很多时候 历史了这么多年 但是很多时候 到了20世纪末 我们才能够想 这些疾病得到去解决 甚至乎很多其他饮食上的传染病 空气传染的疾病 很多时候真的到了70年代80年代 我们真的到太空时代的时候 感受到那种科技的进步 而我头颗庭上面 彩色这张照片 深水清的朋友看到 有些葡式的建筑 这个就是澳门九澳 以前的麻风病院 或者现在叫做圣母村 一个古籍的地方 那里有一间教堂 而且很多建筑曾经拿来 安置过患麻风病的病人 那它关闭的时间 就比香港那个迟的 香港这个喜宁州 这个1970年代就关闭了 澳门这个一直到80年代 甚至于在80年代 已经有麻风的药物面世之后 那些康复者一直有很多 可能是因为年老 或者已经和家人隔绝了的缘故 被家人遗弃了的缘故 原地改装 设置成为一个 麻风病康复者的养老的一条村 直到那些病者、传遇者 一路陆续连路离去 整个地方去到1990年代 即是80年代尾 90年代尾 才荒废了 小时候自己去到澳门的时候 也见识过这个地方是如何 废弃了 完全破坏了 但是近年又把它重新改装了 就修辑了 有好几栋 可以让你在外面拍照 未必能进去 但是整个地方是复修了的地方 也代表着 这个麻风病的历史 算是完结了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病变成一个回忆 当然希望这些病症 就算去到落后的地方 也得到控制 不要再回来 而在英国那里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考古项目 就出现在一个叫Winchester 的地方 不知我们应该有不少听众 都已经在英国了 如果熟悉的话 你住在伦敦的西南部 譬如去到那些Gilford 都再出些 出了离开了伦敦之后 向着Southampton 向着修咸顿方向那条高速公路去 就来到修咸顿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地方 就是Winchester Winchester 今时今日有大学 一个很古旧的城市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 那里有一个很重要 和麻风病有关的考古遗迹 就是一个叫Saint Mary Magdalene Saint Mary Magdalene 的一间 旧医院的遗迹 那这个医院有什么特别呢 原来在中世纪 大约在11至15世纪的时期 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医院 专业就是麻风病医院 你都预认了 基本上就不是医治麻风病 是只不过用来集中处理麻风病人 去把那些麻风病的人 隔绝在这个疗养院 里面很多就是说 都不能说是医生 你说是一些去侍奉神职人员 去愿意去贡献她的生命 来去照顾这一帮麻风病人 就好像譬如你说 在以前 澳门的九澳麻风病院 也有很多是修女 来帮忙照顾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工作 真的很有意思 很伟大 在这个Winchester Saint Mary Magdalene 这个旧医院的遗迹里面 其实就成为了一个 去考古这个麻风病 一个很重要的遗址 不单止记录当时的人的生活 而且在现场 其实在那个疗养医院 周围埋葬了很多 因为麻风病而死的人 或者可能他不是麻风病 弄死他 但是在那个地方 被隔绝孤独中老而老死的人 他的遗坏就留在这里 所以在现场的发掘 现在看到的考古为止 一直很仔细挖掘 去找回当时的建筑遗迹 以及一些墓葬的遗迹 其中有一个研究发言 尤其是在科学方面 不是单止看回历史 就有一些有趣的新发现 在现场为止 找到其中的25具遗体 在他们身上也找到一些 麻风病的病原体残存的基因片段 这些病原体就不应该再感染到人 因为已经碎了 但在基因上 你还会找到 它是麻风病原体的基因碎片 说真的 就算有人不幸碰到这个菌 其实现在都有特效药 而且是很普通的 不是很吓到人 即是现代人的一个疾病 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就原来尝试找回 这个当时在中世纪的流行 在英国地方流行的麻风病 它那个病的渊源 可否考证呢 你说如果在现时 今时今日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 麻风病因为一直在非洲 和一直到这些中东地方 一直到这些 基本上有文明的地方都会有 起源大约就是 港非洲和中东一带 除了人类之外 有其他的动物都可以感染到麻风病 譬如是黑猩猩 和人类很相似 另外就是 虫鼠都可以 那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物种呢 其实应该有一些 和人类比较接近的物种 相信都可以被麻风病感染得到 所以你说如果要去考证 麻风病的基因源头 和周围的物种 如何相互感染 那你一定会想到 我们可否找到一个 很远古时期的 黑猩猩的遗骸 上面找到麻风病的病原体 再找到那个差不多时期 又是在黑猩猩生境一带 会不会有人类的遗骸 有差不多的麻风病的病原体 那你就可以证实到 两者之间有一个交叉感染 而今次就不是证实到很远古的事情 但他正在讲一个中世纪的故事 你知道吧 圣经时代之前 都会有麻风病 那中世纪一直有麻风病 到很近代 都仍然有 正正式式医治 是真的到二十世纪末 所以中世纪的时候 麻风病也会流行 所以有人被隔绝 原来就在Winchester 那个疗养院的遗骸 找到遗骸 将他们的麻风病 病原体的基因碎片搜集回来 再和原来在当地找到的 一些虫鼠的遗骸 也找到同一个病原体 而且做个基因排序 就发觉 基本上是有关联的 原来现在考证 就是说 在这些中世纪时期 在当地的人 和其中一个 红虫鼠的品种 的关系非常密切 甚至乎他们 会養虫鼠 作为他们的宠物 原来也是因为 这些虫鼠 它本身是有带菌 其中也看到 就是说 应该这些麻风病的病原体 就有在虫鼠和人之间 跳来跳去 这里我不敢说 是哪里惹哪个 你找到大家的基因片段 相似 但现在的考证 就是说 很大机会 就是说 透过去养这些 这样的虫鼠 其中就会获得到 这个病原体 但是你如果问我 以我自己对 虫鼠认识的直觉 虫鼠带得的菌 其实是老鼠也带得的 所以会不会 就是说 不一定是由虫鼠那里 是由其他人类生境 那些家鼠那里 那些老鼠那里 去污染了大家 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在这里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 透这个考古为止的挖掘 找的不只是一个 历史上的答案 而是由那个 在现场的遗迹那里 可以做一个 很科学性的基因的考证 去验证到 其中这个疾病的故事 在这里 回顾这段历史 当时的人 就没办法知道 就是谁是谁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人类历史上 很多的传染病 往往就是 我们人类 和其他物种 很密切相交 就是那个 交叉感染 那里形成而来 那当然 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上 很多时候 这些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 能不能够做到 尽量的卫生条件 做得好些 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一步 就算是现代 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在这里 纯粹打完场 这个麻风病的历史 相信已经走进了回忆 那里 留意着 会不会在同一个 考股或场地 就会继续 帮我们找到更多 和科学有关的 新闻消息 那我们这个星期 的科学生之 所有结束完结 那我下个星期 就继续 由我去为大家 预备这个节目的内容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